大家好我是小鈴 歡迎收看老鐵玩PTCG Yeah 各位我們今天要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喔 那這東西我相信 應該很多中文版的玩家已經有取得了啦 因為這部影片畢竟拍的有點晚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跟大家解說一下喔 目前呢台灣的許多寶可夢店家 就是卡牌店家啊 都已經開放了我們這個官方的卡牌道館了 那有了這張貼紙之後啊 就代表你們店裡已經有認證這個道館的資格了 那道館裡面會拿到怎樣的東西呢 首先道館有兩種 一種是道館賽 另一種是寶可夢日的比賽 這兩種呢會送的卡片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我們這次中文版第一彈 第一次所推出的PR卡 OK那這個PR卡呢是怎樣的形式啊 為什麼在網路上可以賣的那麼貴喔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關於PR卡的事情 那其實在日版跟我們的國際版都有PR卡存在 我找一下我這裡的PR卡給各位看 好那國際版的PR卡呢 通常也都是在店家賽拿到冠軍 或者是拿到一些資格賽的時候 才會獲得這個PR卡喔 PR卡有可能會是參加獎品 或者是我們的比賽冠軍 那國際版的PR卡 在右下角這裡會有一個寶可夢的特殊標誌 不過因為我們中文版是第一彈啦 所以我們中文版的PR卡能夠分辨的 只有意圖跟底下的字暫時還沒有這個漂亮的標章喔 希望第二彈之後會有這個 專屬的這個中文的標章啦 希望這個標章之後可以直接坐在這個右下角啦 這樣子PR卡存在會更有紀念價值嘛對不對 可是呢目前還沒有 希望未來可以改進啦 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PR卡吧 首先是有分道館的跟寶可夢日的 那我有點忘記這兩個顏色是哪一種的 不過沒關係 念一下給大家聽喔 這個關於PR卡的規章 首先呢首先寶可夢日啦會是舉辦一個歡迎所有寶可夢玩家的活動喔 只要有自己的套牌就可以獲得寶可夢日的特殊卡片 就是這個PR卡 那再來寶可夢道館賽呢是參加比賽才可以去獲得的 那第一名可以拿四張第二名可以拿兩張 第三名第四名是各拿一張喔 那是隨機抽選的 那這個寶可夢日跟寶可夢道館賽各有不同的規則啦 大家就要去問一下店家 每個店家可能規則都不一樣 大家去稍微問一下喔 好那接著我給大家介紹一下PR卡的內容 首先是我們寶可夢日所獲得的PR卡 Switch 哈烏 破破墮倫 甜人美厚 然後 來我覺得這一次PR卡比較貴的卡片 三張介紹給大家 鳳王 噢 鳳王 PR的 那 那仙子精靈PR的跟我們的電鈴PR的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怎麼分辨一般的卡片啦 因為畢竟沒有這個標章嘛 假設未來有這個標章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去分辨PR卡了嘛 而且可能有標章的價格還會再更高喔 那沒標章的我們要怎麼讓它跟一般的卡片去分辨呢 就是看這裡 左下角 大家看代號有一個P有沒有 就是代表它PR卡的意思 那GX當然就不用分了 GX的卡圖它是直接完全跟我們中文版所推出的GX卡片的卡圖是不一樣的齁 鳳王你們看它這動作是完全不同的喔 其實這個動作才是我們國際版最主要的那個動作啦 那因為我們的中文版是直接出意圖的 所以原版的這個動作就變成了中文版的PR卡 仙子精靈也是 仙子精靈這個生氣的模樣 其實是國際版的原版 那進入了中文版之後變成一個PR卡的特點卡 好的那我所介紹的這些呢 就是我們寶可夢日的PR卡 接下來我們來開我們道館賽 會獲得的比較優秀的PR卡 其實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覺得寶可夢日的PR卡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鳳王跟獻子精靈是比較有價格的啦 那道館賽的PR卡呢有接力棒 高級球馬下朵 那各位仔細看喔 這個馬下朵動作是不一樣的喔 不太一樣對不對 這個馬下朵很帥 真底帥 卡普閩銘 然後 道基文 智慧星 這個智慧星真的就是PR卡的智慧星了 這智慧星的卡圖啊 是我們國際版限開賽的卡圖 然後頭戴跟巢穴球 其實道館賽的PR卡的實用卡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論GX的話是 寶可夢日的GX是比較優秀的 因為米明要之後才有價格嘛 那 雖然現在這張米明已經被標的很高的價格啦 那再來暴基文 這一版不強 下一版也不見得會厲害 不過還能玩 這張暴基文的PR卡是原版動作的 是陪伴老爹 征戰將近一年多的暴基文的動作 很帥 好 那如果要論貴的卡片的話呢 其實每一張我都覺得蠻貴的 因為PR卡現在真的被炒到很高的價格 但我覺得 為什麼價格會那麼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兩組PR卡 可能在台灣都不到50組而已喔 那加我手上這一組的話 可能我會幫大家吃掉了一組嘛 所以價格可能在50幾組左右而已啦 那這邊就大家就去 盡量是以比賽拿到 會比較來的賺一點 因為每個店家都有一定分別的量 所以你真的去打比賽去親手拿到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好啦 那如果你是想要用買的 當然就是要有愛啦 因為現在真的被炒到很高的價格喔 實用卡一定貴的啦 大家就不用想那麼多 但是還是要買到自己覺得合理的價格 好不好 還是要買到自己覺得合理的價格 那這個PR卡呢 老爹我啊 我在這個禮拜的禮拜六 16號 但是這部影片 應該已經是16號以後才發出去啦 16號呢 老爹我會舉辦一個 YouTuber大賽 是不公開的 我邀請了幾乎是所有在玩BDCG的YouTuber 我會邀請他們來 然後把這些卡片呢 當成當天的獎品發出去 就有點YouTuber內的 這個寶可夢日跟寶可夢道館賽喔 因為我知道很多YouTuber他們比較忙 沒有時間去打這些卡片 所以呢 我就問了我們的廠商看能不能給我一組 那我拿去當作獎品 然後冠軍呢 就可以拿到GX 那再來其他卡片呢 就用抽的這樣子送出去 那大家一定很開心啦好不好 到時候呢 誰拿到哪些PR卡 我會再做一個 簡短的影片 給大家做介紹喔 當天比賽會拍攝影片 所以大家就敬請期待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今天的影片之後 會對這個 道館賽這個PR卡 會有更不錯的一個概念啦好不好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 或我的粉絲專頁按讚 記得訂閱喔 老爹這個副頻道 記得大家支持一下 訂閱一下 那麼老爹用PTCG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各位最棒的老爹觀眾朋友們 老爹開了一個全新的遊戲頻道 未來所有老爹的PTCG 與其他卡牌遊戲的影片 都會慢慢的更新到新頻道當中 之後還會有劍頓的實況精華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們 不要害羞 來點一下訂閱吧 呃當然主頻道也不要退訂啦 拜託拜託